大家好,我是本期视频分享一道湖南地区的家常菜 白辣椒溜肥肠 首先准备300克熟的肥肠斜刀切断 前几个视频讲过肥肠怎么处理 在这里就省略这一步了 切好的肥肠我们放到盘中备用 下面准备白辣椒200克 用刀去除白辣椒的根地后 也切成1至2厘米的小段 不切去根地也可以 只是口感发硬而已 切完后我们放到盘中备用 准备一个尖椒一破两半 去掉这个辣椒字 斜刀切成零星片 红萝卜一解 切片搭配一个颜色 大蒜少许切片 生姜一小块也改刀切片 下面就开始具体操作 起锅放油 油多倒一些 油温在七八成热的时候 把这个肥肠过一个油 让肥肠的表面变得焦脆 这样炒出来的肥肠才会外焦泥嫩 肥肠表面起泡变色后 孔油捞出 这个时间大概在20秒左右 锅底留入少许底油 油温五成热的时候 我们放入蒜片和姜片进行炒香 炒香后我们倒入白辣椒和辅料 大火翻炒上六七八九下火 倒入炸好的肥肠 再次翻炒四五六七下火呢 我们沿着锅边倒入黄酒 翻炒过后 加入蚝油少许 白糖一克 食盐一克 鸡精一克 点入少许的清水 大火翻炒均匀 记住全程一定要大火 翻炒过后呢 我们沿着锅边加入陈醋两克 陈醋有去腻提香的效果 翻炒过后即可出锅装满 这样一道入口鲜辣爽口的白辣椒 溜肥肠就好了 你学会了吗 更多加上菜请收藏点赞 阿勇每天在不同的美食分享